至于欧洲的另一端 北边的英国过两天 将有一个关键的日子来到 就是19号所谓的自由日 这一天英国政府将解除大部分 关于新冠肺炎的过去管制措施 除了必须继续戴口罩之外 当然目前英国的确诊数字 是在每天上升 人民跟专家还是有很多的疑虑 英国政府表示 这主要是因为还有很多人没有接种 以及包括年轻人 因此他们现在采取的做法是 因此在你的手机上会有一个APP 一旦你证实接触到确诊者 他会提出一个警讯 要求你居家自我隔离10天 除非你已经完成了两针疫苗的接种 因此很多人收到几天之后 他可能只注射了一针 他也必须在居家隔离 到目前一个星期之内 收到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00万以上 英国政府目前虽然会解封 但是很多民众的怀疑 将来如果很多人被要求居家自我隔离 是不是会造成社会的另外一种形式的瘫痪 轮轮地铁列车将会进站 月台上下车的乘客进进出出 英国还没正式解封 各地人潮已经涌现 来公园晒太阳的民众脸上堆满笑容 有人骑车 有人散步 或是慵懒地坐在草地上聊天 闹区更是摩肩擦肿 口罩几乎没人再戴 或是直接拉到下巴 英国一点都不像遭Delta变种病毒自虐 首相每周一的记者会更拍板定案 7月19日要全国解封 还把当天定为自由日 除了社交距离外 自由日当天解除的限制 就是不再强制民众戴口罩 同时放宽室内聚会活动的人数 夜店酒吧等特种娱乐场所 恢复营业 也不要求企业让员工在家上班 五月底英国每日确诊 大约三千例 随着欧国被开提 六月底确诊暴增到两万五千例 过去一周英国每天新增确诊 平均超过三万五千人 十四号快速突破四万例 十五号四万七千多例 十六号一举突破五万一千多例 卫生单位预测 七月十九号解封之后 每日确诊人数可能在两三周内 突破十万大关 创下新高记录 疾病人数肯定上升 我希望他们会继续上升 我们有更多的混合 更多的疾病 会发生 即使是这样 英国在三周前 由新卫生大臣喊出与病毒共存后 即着手惊吓最大胆的实验 只是解封新政策中 仍有诸多矛盾 所以不再强制实施口罩力 由民众自行决定 却又加上诞书 那到底要不要戴口罩 许多人听了乌沙沙 不仅民众不解 中央与地方的口罩令 也不同掉 伦敦市政府就规定 民众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时 口罩不准拿下来 对解封有其见的 还包括维尔斯和苏格兰 虽然19号是明定的解封自由日 但是维尔斯自治政府 不打算跟进 继续维持口罩令 苏格兰则是将防疫警戒 降为零级 也就是接近正常状态 但口罩令要等到8月9日才解除 造成解封乱象的 还有不一致的配套措施 英国政府规定 8月16日前 民众若接触确诊者 仍需强制隔离 完整施打两剂疫苗的民众 则不在此线 英国解封前被隔离的人数 曾经在一周内 多达36万人 解封后隔离人数 可能因此飙升超过百万 那解封还有什么意义呢 伦敦这家夜店的店长 原本欣喜若狂 但隔离政策让他不知道要如何恢复营业 另外一家咖啡店也是隔离受害者 透过自家玻璃窗接受访问的老满娘说 因为有一名员工确诊 使得他们一家三口都必须隔离检疫 咖啡店也被迫暂时停验 即使三人PCR检测都是阴性 也都打过疫苗 还是要被关在家 更惨的是NHS因为接触确诊者 而被隔离的医护人员 一度多达五万人 如今确诊病例往上飙 医疗量能备受考验 你失去百分之百区的医护人员 肯定病例往上飞接 这将会有更加大问题 这将会有更大的问题 您能够接触新病患者 及健康病患者 困难局面还不知如何收拾 超过四千名医护和科学家 更联名在知名的医学期刊 刺割针上发表公开信 反对英国政府的解封计划 认为是在进行一场 危险又不道德的实验 因为至少还有1700万人 没有保护力 让病毒有机会大量传播 容易再度变种 就以印度为例 去年9月疫情严峻 每日确诊超过9万人 结果10月就出现 让人闻风丧胆的Delta 印度变种病毒 如今英国恐怕成为 变种病毒培养敏 AZ疫苗共同研发人 牛津大学吉尔伯特教授 忧心他的研究成果 终将付诸流水 英国目前超过86%的成年人 接种过一剂疫苗 完成第二剂接种的比率 也达到65%以上 抢身药利品解封前 让所有成年人都施打第一剂 和新冠病毒来个直球对决 中国这场豪赌式的解封实验 攸关人类对抗病毒的 终局之阵 能够了吗 全球是名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